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里夫波纜盘管 第三弹的 PARK 12 继续铁甲马路盒这个话题 现在大家眼前看到这盒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这个赤金云 就是GX108和GX11R GX11R是一个复刻 Diana A重甄再出 GX108是新出的 这个叫做莱恩X1 到底这盒赤金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稍后回来再看 好 这盒金云 便是扁扁长长的一盒 背后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关于两个机械人 其实本身我这个GX11R 我本身也是有的 不过现在暂时找不到 没得做一个对比 我觉得它比较大分别 就是颜色方面 这盒子 这盒子 它这些位置的头和手 有多些紫色 那盒子的颜色 应该是紫色的 这个是新出的 事不宜 不如我拆开来看看 其实这个盒子 也没有什么好说 一个扁扁的外盒 没有什么大分别 不过它也是 鐵甲万能盒 50周年的其中一件商品 所以用到裹面的角色 也是大铁牛 之前也复刻了 我也有买 不过就不及大家讲 看看待在裹面 可以保护和大家分享 好了 拆了盒子 才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先放入盒子 里面有这个说明书 里面有一个说明书 跟盒正面的封面沒有什麼分別 後面就是這樣 直接看看這盒 這次的顏色色彩偏淺紫色 羅因X1手腳都是用了粉紅色 有點帶紫色 這次的顏色彩偏淺 感覺上跟之前推出的GX11 顏色的分別都很大 差別都很大 有一個地台 另外有些場地獎 開來看看 其實這兩個超合金 跟愛美神很有關係 因為其實他們的結構很相似 我記得很久之前都拍過愛美神 已經跟鐵甲萬盒和大鐵樓一起拍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可以按下一點點 看全部我的影片下面 就可以看一個就是 愛美神 一開這些盒有一點點很吵 不好意思 要大家耳朵少許受傷 好 開了 這樣就看到 這些 我先看看Diana A Diana A Diana A 就是一個比較藍滿少許的角色 剛才提及七合金的結構 這個系列 愛美神 全部都是用回結構 骨架 比較重 不過現在看到這個 粉色比較多 比較淺 顏色 都蠻色彩色 不過這種顏色 大家喜不喜歡 就真的見仁見智 這個 這個 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看 這個 Diana A 後面 這些 有很多螺絲位 其實 如果這樣看 這個七合金運 這樣出發 其實那個懷舊的意味 都蠻濃 因為現在的七合金 如果你有這麼多螺絲位 大家都會覺得 可以做得這麼麻糊 但其實這個系列 全部都是這樣 有很多螺絲位 在後面 正面就可以了 這些真的叫做有錢無後 好 這個是Diana A 另外 這個是 萊恩 X1 這個是一隻機械獸 但它的威力都蠻厲害 這裏有少許墊著的字 這樣 這個 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新出的 這個以前未出過 很特別的 前面這個 有一個人的樣子 這個 講講一點 它的背景 其實這個機械人 由史托洛海武博士 天才科學家所發明 這個機械人 它有個女兒 她叫做羅莉拉 其實 這個 史托洛海武博士 其實他第一次 車禍裡面 已經死了 就是給鐵甲馬鈴的敵對勢力 他們那些 就幫他安裝了一個人工心臟 救回他 其實就是看中了他的設計機械人的能力 所以 希望他製造一些很強勁的機械獸 去對付鐵甲馬鈴 於是就救回生他 他就 設計了一個這樣的機械人 的確是非常之厲害 但是 他就很有趣 他就把這個機械人 就加入了一些元素 就是 這個智慧露 這樣就 將它變成 和這個機械人分開了 就變成了一個 小女兒的機械人 這個博士 就 久而久之 就當了他 真是自己的女兒 來看待 所以 不想他落入壞人手上 用來被人利用 於是就 帶上機械人 再帶上 化身成 她的女兒 這個智慧露 機械人的智慧露 逃走了 到最後 為何 這裏會有一個人 這個機械人 初出現的時候 未跟小妹妹的智慧露 結合的時候 她是一個 藍色的 無無表情的樣子 如果她 跟小妹妹 結合之後 就會有一個 這樣的樣子 你現在這樣看 就覺得有些搞笑 但如果你看了那一集之後 你就會覺得 其實 機械人的想法 是挺有趣的 這個 我現在想拿出 她的女兒的樣子 給大家看看 這個 這樣的 就是一個人的樣子 這個 這樣 就會在這裏 她說話的時候 嘴巴動 就會這樣 所以這種設計 都頗特別 在鐵甲蠻俠 裡面 機械手 比較少見 這種 人性化 即是整個人的樣子 比較少見 這裏 給大家看近一點 它 很厲害的武器 就是頭頂的這條邊 或者這條尾 很長的 現在暫時 就散修修 也是 Bandai 盡量可以利用 利用 利用那個結構 即後面有些 螺絲位 等等 但它那個 金屬是很重的 這些 手手腳腳 身體腳 這些地方 除了頭部之外 幾乎整隻 都是金屬 所以這個是很聚手 很重的 腳板 這些都是金屬 你看到很多金屬位 都是用金屬來做的 所以 合金雲來計 以Bandai 出品 其實這個系列 它的金屬是比較多的 好 稍後回來 組裝好整隻東西 再跟大家介紹 稍後回來再看 好 兩隻機械人的旅角 都放在大家面前 很快 轉個圈 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看 這個來人X 它有一個地台 可以收納回到 地台 可以收納回到一些 部份 地台 有道 覺得它這次 都很深刻 就是 地台 其實 這個來人X 是用了這個 Diana A 同一個地台 你看到 這些 Diana A 可以收納回到 飛彈 我們先按下 車子 但是 來人X 其實什麼都沒有 但它的照樣是這樣的 所以 看到Bandai 有些 麻糊的東西 或者 現在看看Diana A Diana A Diana A 它那架 電單車 我覺得 算是全盒換 它最精緻的東西 讓大家看看 其實它就是 天家萬能俠 就是朋友號 而這個Diana A 就是用一架 電單車 它上面 真的有一個 人仔 在這裡 紅色那顆 即是 這一個 就是人仔 我可以放大一點 給大家看看 這樣 先調整一下 焦點 好 這樣 這樣 也算是 仔細精細 這樣 這個 怎麼裝上去Diana A 頭殼頂 那裡 這裡 後面有一塊 東西 先把 車子放上去 就這樣 放上去 很多人都說 操控它的 沙壓架 也挺辛苦的 日曬雨淋 沒得遮擋 或者可以插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的地台 我覺得也算做得不錯 因為本身這兩個機器人 腳比較幼 腳板比較細 所以 就這樣站著 就這樣站著 是可以站著 站著 但 就比較容易跌 所以 就把地台放著 也好 或者大家看看 Diana A的面相 其實 就 以機眼來計算 就好像比較 設計比較粗糙一點 但是 我覺得 OK 就是 有少少硬朗的感覺 所以 這輛車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看得清楚 不過 有少少怕它跌出來 這輛車 就這樣 其實 沒有東西 只是這樣放進去 這輛車 這樣 前面這兩個飛彈 按鍵 可以發射 按這個位置 可以發射 Diana A的玩法 比較多 還有 其實這輛車的可動 也是不錯的 和可動 幅度 都可以幾大 其實兩個是差不多的 這隻手 都可以放在一起 它這個設計 其實隔了這麼多年 現在 都依然用出來 其實都不覺得它很差 對 不過 就用了很多次 因為 愛美神 和 Diana A的 出過很多其他版本 有時候 身體有些電動 有些後面有加鐵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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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出過很多版本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沒有什麼 平平實實 這樣就可以了 但它的顏色都挺漂亮的 這些綠色 你看 我猜這盒車有金 未必真的有這麼多人喜歡 不過它跟鐵甲蠻合和大鐵牛 可以放在一起 其實 都可以的 我覺得 好像比較熱鬧 不會那麼單調 那麼 就 蒙了 兩個機箱 都送了些替換手 一個就是 合起來 手掌的手型 這個 合起來 手掌的手型 另外 就是 這個 給大家看清楚 這個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單式 這樣 有一個就是 打開手掌 這個 打開手掌 兩個 顏色是不同的 手型也是一樣的 這個也是打開手掌 這個 就多了一個 那個 人樣 這個很詭異的 的樣貌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剛才說的小妹妹的 智慧腦 是怎樣的 這個 小妹妹 其實 說明書中 也有說 這個 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 小妹妹 保留 她的樣貌 在機械 那裏 裏面也有些 手稿設定 這些 其實這本 說明書 都算是可以 可以 我覺得 然後還沒有彩色 就是 說回她的結構 地盤 如何用 之類的東西 這盒 這盒金 相對來說 是比較簡單 或者我們也要再看看 這個 來欣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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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怎麼看 可以 別人看 沒有錯了 這樣 這樣 轉個圈 給大家看 尾部已經做好了 它的設計 也挺特別的 這樣 就好像 脫了 頭罩 這樣 這條尾部 就是 全可動 這條尾部 可以擺放不同的方向 這些有些波齋位 可以動 這樣 這樣 就這個 但是 有一點點不滿意 就是這條尾部 這條尾部 在劇中 它能夠發去前面 就是這樣發去前面 但現在這條尾部 就好像不太行 應該 沒有這個 玩殺 這條尾部 有點可惜的地方 不過它的樣子 有一點 有一點 它兩個機械人 那些眼睛 就是這樣 就是一種有神武器的設計 不過它是機械獸 也不太好說 但是這條尾部 也挺有趣的 而且它挺有趣的 這條尾部 這條尾部 可以發射飛彈 有一點像鐵甲萬能鴨 而且它的可動 也是很高的 都是手的動 都是手的動 這條尾部 這條尾部 都可以轉動 這條尾部 不能動 這條尾部 應該可以轉動 這條尾部 可以嗎 這條尾部 不能轉動 只在這條尾部 可以動 這條尾部 就向外抹開 走一走 這條尾部 應該不錯 不過我怕有一點點刮飾 這條尾部 我不做這麼大幅度 這條尾部 這條尾部 後面的手 就多了這些 這條尾部 這條尾部 這樣玩的時候 留意 就是容易刮飾 頂住 這條尾部 這條尾部 腳掌也不錯 活動能力也很高 要擺姿勢 應該也不難 都可以擺得 挺好的姿勢 但有很多關節的外路 但我喜歡它重金屬 比較重 金屬的成分 比較重 事實上 買了這盒七口金 我其實都是想要這個 LionX 因為沒有速度 這條尾部 放在地台上 放在地台上 頭部的可動 應該是沒有特別的 可以說是比較弱 這條尾部 應該是比較弱 這條尾部 兩邊 不太能轉 因為被這條尾部 頂住了 可動一般 這條尾部 這條尾部 大致上都講完了 這一集簡單一點 稍後回來可以給予分 稍後回來再看 又到給予分的時候 這條尾部 在圓鑄的神髓方面 這次 其實 兩個機嫌 都是很色彩的 尤其是 這個Diana A 身上的色彩 是很豐富的 藍色 黃色 紫色 綠色 不同的藍色 都有兩隻 所以 都是做得很特別的 而且 它的頭部 也算是做得很精緻 有一個電單車 有一個駕駛倉 也算是做得很精緻 所以 另外 這個 來欣X 它的顏色 配搭 其實我挺喜歡 因為它是紫色 粉紅色 配搭得很不錯 我覺得 顏色 沒有那麼多變化 雖然是 雖然是 它的感覺 都很統一 那種感覺 只是身體有些白色 簡單得來 我覺得 它 配合它 那些金屬 夠多金屬 這樣 就有一種 很簡潔 很舒服的感覺 雖然 這些都 好像做得很簡陋 但其實我覺得 挺舒服的 這種車禁 所以 在圓柱神髓方面 我給它 兩個機械人 都是給它 9分 好了 風格特色方面 這次 它是 金屬感很強 很重 所以 它很有機械人的感覺 拿上手 玩的手感 是不錯的 Diana A 玩法比較多 可以射射飛彈 可以更換飛彈的配件 都不錯的 但我看它的地台 可能 今次Diana A 會比起之前的版本 這次是R版 之前的GX11 可能是少了配件 但雜時 我又拿不到舊哥 所以 不知道它少了什麼 玩法 也比較多 好一點 這個玩法 比較單調 萊欣X X1 它的玩法比較單調 不過這些設計都算很特別 作為一隻機械手 也夠怪 我用怪來形容,頭部的設計,像邊有條例,蠻特別的 風格特色方面,我給它8分 最後物料的耐久性方面,它多金屬,尖位是油 雷人X的尖位較小心,尖位較小心 但也沒有大問題,又不容易撞斷,撞崩 其實機械人設計也較多,沒有大問題 但玩的時候,最好用地台,怕它掉的時候會撞崩 但A就更加好一點,沒有太多東西撞出來 我覺得顏色也算是做得不錯,希望它更加 在物料的耐久性方面,我兩個比例都是8分 於是,三個分加起來,這兩款超合金是值25分 好,這集的這款伯南門又過一段落,下一次好玩的玩具 再和大家玩個狀態經過,就是這樣,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